疼痛已成了慢性问题 则减轻体重,可以降低身体负担 15点若某,一种运动经常使肌肉受伤 则有必要换其他的运动 16点在激烈运动之后 不宜忽然停止 最好能缓和一下 慢慢的停下来 17点穿着适合的鞋子 是避免肌肉疼痛的必要方法 18点经常活动四肢 强化肌肉的柔软度 19点多补充水分 特别是在运动前、后继运动期间 20点若半夜抽筋时 可站在墙边以手笔墙 脚跟贴地 保持10秒 反复数次 21点从脚踝向上按摩小腿 可缓解抽筋 若经常苦于抽筋 可在每日睡前先行按摩小腿 22点穿 宽松睡衣及减轻 棉被重量都可减轻抽筋的发生 23点不充盖质可减少抽筋的发生 但应向医师资 但应向医师资群 24点 测睡 膝盖微弯 并在两膝之间加个枕头 可避免小腿抽筋 肌腱炎 1点让肌肉休息 但避免休息过久 以免肌肉萎缩 2点若肌腱炎的发生是运动引起的 更换运动项目是个可考量的方法 3点洗按摩 预可帮助提高体温并促进血液循环 4点若肌腱炎发生在膝盖部位 可以温湿的毛巾热敷 5点平时及运动前应多多伸展肌肉 6点带护腕或护膝 可强化肌肉与肌腱 7点使用冰块消肿止痛 但心脏病糖尿病或血管有问题的 人不宜使用 8点抬高患不可控制发重 9点服用不寒 肋固醇的止痛 药可消炎及消肿 10点断电肌肉可强化肌肉 11点休息天课 是舒解肌肉紧 崩的最好方法 指甲内生 1点以温水泡脚软化指甲 仔细擦前后 再带指甲凹处 边缘再录一小撮消毒过的棉花 将指甲稍微顶出钩槽 使指甲能掠过表皮组织生长 棉花应每日更换 以防细菌感染 2点让指甲透气 3点最好穿 宽头鞋或凉鞋 4点细心的修指甲 应剪成平直形状 以免指甲边缘 弯入皮肤生长 5点智荡的修护指甲 若剪得太短 应以错刀将边缘磨平 6点支甲不要短于脚趾边缘 以避免脚趾受压迫及摩擦 性不痛 1点冰敷可消肿 2点冰敷消炎之后 以热敷可缓和痛楚 3点服用止痛药 4点坐有靠背的椅子 5点坐着时在背部凹陷 处置放一条毛巾 可帮助脊椎直立 并提供额外的支柱 6点适时休息 起身走一走是不错的方式 7点避免经常低头 以免脖子背面的肌肉紧绷 8点视线硬与樱幕保持水行 9点减少电话聊天 10点搬运重物在弯膝蹲下时 硬保持脊椎直立 将重物切近身体 同时双脚与肩膀同宽 11点睡硬床垫可能较好 有些患者在舍弃 不用枕头后 得到颇大的改善 12点不要趴睡 趴睡不但伤背 也伤脖子 13点再吃 冷得天气带围巾 以免加重脖子的僵硬基酸痛 14点紧张 女